詞曲 李宗盛 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三名個TSAI的代表也來到總統府 在那次會面上 我感受到半導體產業追求發展的企圖性 我們相信隨著物聯網跟智慧應用市場的成長 半導體產業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另一方面 半導體產業對於智慧製造和減能的需求 也會帶來工業 4.0 供應鏈的發展 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 在未來半導體產業仍然位居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 過去一年 我們也啟動了智慧機械產業推動的方案 這個方案中其中一個面向 就是希望藉由國內的製造業 包括半導體產業的設備需求 引導國內的設備廠商深入工業 4.0 的領域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政策 能夠獲得在座各位的支持 我要再一次強調 只要企業願意增加在臺灣的投資 採購跟人才的聘用 政府在水電 土地 人才各個方面 都會盡全力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 過去一年 我們持續推動法規的鬆綁 我們也設置了招商投資的單一窗口 針對投資的洽詢 24小時之內就有專人來恢復 我要再次歡迎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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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